你们喜欢的车就在这儿啊 川奇H2 最好吗试驾车系列啊 拍这个系列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试一试川奇的H2吗 咱们今儿个拍摄这H2啊 是一老可H2 别问我为什么没拍最新款 这车能弄着一辆就不错了 它这个外观的设计语言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吧 同样是200多匹的小车 你看我这小红车怎么就感觉那么乖呢 坐高825 在这个级别的赛车中我觉得非常友好了 本人身高183啊 是个男性的大众身高 你看搭配起来多么贴合 但是呢我肯定不会买这款车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缺陷 就是没有后座 哎呀要不是这个原因 我就肯定买这车了 你还真把放闭的时间都求好了 一般像这种工程的赛车 我们介绍都是1000cc 但是这小车的介绍啊 得是1.0T 因为它是机械增压的 过了三四千段的开干 好啊提醒感受 其实你别看它这个车重啊 有238的数据 但其实实际体感还好啊 没有那么的深 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了 骑着聊骑着聊 不得不说啊 尽管我一直在骑公升的车 但是这辆车的油门啊 真得含着提 你不要因为它发动机是直四 就认为它的低牛很乏力啊 因为它有机械增压的加持 就那一下的事儿 咱就到了中高转区了 过了三四千段啊 机械增压介入 那真的是陆地飞行器啊 像咱们拍过的超级公爵啊 它是往上的力道 H2呢 是往前加往上的力道 这车是不能有后座啊 这后座根本就待不住啊 但是爽归爽啊 咱们理性一点 这小车要放在街上骑 那真的是受罪啊 受罪的不光是你要含着油门 来控制它的动力出出 还有就是它的操控性 这小车的操控性 包括它的过弯体感都不是太好 灵活度不太高 毕竟这款车的调教 更适合去玩一些零四的比赛 平时过弯拐弯 光靠你的重心去带是很吃力的 还是需要一些力道 把车带下来的 虽然啊 它的灵活度和在过弯的这个体感啊 确实不太美丽 可是它这个油门反馈的动力出出 我迟迟不能忘回 说啊 就是对于这小车的动力出出 我可能描绘的不是很透彻 就是你们知道失速的感觉吗 特别像是闪现和瞬移的感觉 就是那种远处有一个点 我拧下一手油 到它旁边了 就这车啊 我还看见有给新手推荐的呢 老一步到位一步到位 我怎么那么讨厌这词呢 行了不说那么多了 今儿个先不这么着了 我再接着爽爽去了